全台灣各大百貨公司 週年慶也陸續開打了 推出超值優惠 還有銀行滿額贈禮 也吸引了滿滿的逛街人潮 但是有一位婦人疑似是因為 抵用券的兌換地點搞不清楚 讓她空等了一個多小時 覺得自己被耍了 當場非常的生氣 不要罵工作人員 由於情緒激動 也嚇到了不少其他逛街的民眾 氣到把禮券往櫃台上扔 指著工作人員一陣破口飆罵 關不了後面大批民眾苦等 富人繼續罵個沒完 沒弄清楚究竟要上哪兌換地用券 白白從五樓衝到十二樓 排了一小時還鋪了空 讓她覺得被耍了 執意要業者給個交代 這邊只要這層樓 就是五樓那一樓 要帶他們的那個業種 跟他們的樓層 東區百貨公司中年慶 開打首日滿滿都是人 但為了節省結帳兌換禮券時間 其實每層樓都會加設零食櫃 方便消費者不用跑上跑下 只是同一時間活動太多 除了送一般的商品體優券之外 還有加碼銀行禮 還有來電禮兌換的 樓層區域都不同 確實很容易在百貨裡迷路 不過為了小事 羞辱工作人員 你們太傻人了 你們這個人 明天可以兌換 讓我去樓上跑一圈 幫你一個多小時換不到 真的要將行比心 中年慶人多難免會出錯 我借台北 綜合報導